今天各方代表都來了嘛 你不是要與力有懼嗎 說我提出的法條非常的棒 非常的正確 告訴大法官嘛 對不對 怎麼會變成說 今天第一開始就在嗆大法官 是特定政黨的守護生 然後另外一個在抱怨說 我只睡三個小時 另外一個在抱怨說 我開庭前夕才月券 今天大家是來抱怨文的是不是 因為抱怨就七分鐘 總共才三十分鐘 你們不辦正事嗎 後面兩個是立委 剛剛當立委官影很大 黃國昌是在累積省美本 也就是說 本來就是要講政治 他哪裡是要跟大法官 跟行政院這些相對人 提出說為什麼不需要緊急處分 他重點哪有放在這邊 第一個先講大法官嘛 就是為了後面 如果被緊急處分被採納了 或者是未來被做成違憲審查了 就可以講 大法官都是民進黨養的狗 就跟你保證一定會出來 他哪裡是要跟你談法律 如果真的要談法律的人 在立法院的立法就不會這樣子 國民黨作為國會第一大黨 他不需要照著民進黨的意思走 因為他是在野黨監督執政黨 好 可是你要監督執政黨的時候 你在立法的時候 你要讓立法委員有更多武器 可以 可是你要先看你有沒有違憲吧 這些ABC的事情前面都已經講過了 可是不是 今天的立法院比的是什麼 比的是誰的拳頭比較大 比的是誰的體積比較大 比的是誰比較敢打人 比的是我就是人比你多 本來單純民主政治是說 我們最後是屬人頭 但是屬人頭之前要做一個什麼 儀式 先講道理 講道理的目的在什麼 爭取社會更多的支持 可是今天沒有 今天立法院已經變成是一個叢林社會 叢林社會是沒有遊戲規則的 成林社會就是誰的拳頭大 誰的身量大 誰就是王 所以你再去注意看 黃國昌 哪邊可以有流量的地方就哪邊去 跟他一樣是徐曉星 當然因為徐曉星不是學 不是沒辦法當那個訴訟代理人 所以他先上不去 就黃國昌上 那黃國昌 為什麼一開始就要講大法官 這本來就在預留後面的政治共訪 因為他們本來就知道說 所以大家都沒有討論政治就是了 本來就知道哪個地方違憲 所以為什麼吳宗憲要三文 他不是講部分違憲嗎 身為檢察官 前檢察官 身為立法委員 你立的法 司法委員會招委 你都已經知道部分違憲了 你還讓那個法通過 這不是有病而已 那叫故意 好 故意 那怎麼辦 在人心上你會輸掉耶 所以只剩下一招 用仇恨的政治動員 所以這件大法官一定會被打的啦 那但是也沒辦法 這個解方只有等到 因為三年半以後 當我們有機會再次選立法委員 再次投票政黨不分去立委的時候 你自己要去想 你這票要怎麼辦 否則現在的立法院 你要忍耐這三年半 你不覺得現在立法院過得太為常了 這才新立委 新立法委員的第一個會期 但是它就是一個重營社會 它沒有遊戲規則 它就是這樣子 比聲量比拳頭 沒有任何民主 民主不是這樣子的 好 所以請到3Q 所以現在立法院 憲法法庭都是他們的直播廠嘛 因為剛剛除了抱怨之外呢 翁小林也出招囉 申請這個審判長許中立呢 還有大法官許志雄回避 就招到駁回了嘛 那你看國民黨團又說什麼呢 憲法法庭難道是民進黨開的嗎 為什麼會被駁回呢 不是啊 我想說這個有道理嗎 黃國昌先抱怨說時間太短 你們難道在提案的時候 沒有想過這有違憲的可能嗎 黃國昌沒想到 吳宗憲總該想到吧 吳宗憲自己受訪的時候都說 可能有一點點違憲 憲法就是憲法 你要當立法委員 我都覺得你沒有很長的經驗 你至少也要做點功課 違憲可以讓你一點點違憲 可以讓你一點點違憲的是不是啊 我想我不能 這個社會不允許殺人 你可以讓我殺一點點人嘛 說什麼 你明明知道自己會違憲的 那個都不是時間日期的問題 你知道了那你有準備嗎 黃曉霖你在抱怨睡兩個小時是什麼意思 是你的睡眠不安穩 自律神經失調 關這個憲法法庭什麼事 都亂扯嘛 那再一次捅人嘛 各個單位不是準備時間都一樣嗎 對啊你們今天 他這些都是在做政治的語言 你們要就進去講說絕對可以 絕對不需要暫時處分 我們的法怎麼樣怎麼樣的 論理論這個有條有據 然後這個講道理 然後讓憲法法庭大法官被你們辯到牙口無言 不要只是會出來騙騙國民黨的支持者 騙騙網路上的這個 這個觀看的你的支持群眾 去跟大法官講嘛 黃國昌你在立法院 義氣風發動 肚子肖子大小聲匹配叫 去到憲法法庭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可以在程序發言 不好意思 你是在不好意思什麼 你有的你不能直接說而已 不好意思 是去上親你 對不對 等到在裡面 在裡面跟縮頭什麼東西一樣 一出來我跟你講 接下來就是 難道大法官是民進黨的嗎 有可以這樣子操縱司法院的嗎 憲法法庭不應該接受 人民的聲音嗎 你下一句話乾脆講許中立不中立好了 還幫你有押韻 所以這些都是政治攻擊嘛 你進去就是應該要做憲法第幾條 保障人民的什麼安全 根據這個基本原則下 然後你們應該要怎麼分工 我這一次的修法絕對沒有關係 不然你就說根據憲法第幾條 立法院是立法最高的機關 然後是立法是最高立法機關 監察院是最高監察機關 你就根據這些條理 然後去講說為什麼你要把調查權拉過去 為什麼你可以傳人名 為什麼藐視質詢是入刑法 是用國家機器的高度來處理 講錯話講不想講話或者是沒有講話的官員 你要論的是這個嘛 藍白兩黨你們自己修的這個法 連法律一二三ABC都講不清楚 我一個資管CBA的都比你們什麼康奈爾木尼黑的還要懂 你們到底要幹嘛 如果要演戲或去演演訓練班 去娛樂圈去演藝圈就好了 去什麼憲法法庭幹嘛 切西人 你如果說你真的很厲害 你都法學界專家 我就問一件事情 現在站在黃國昌身邊的法律學者還剩下誰 誰 翁實安在翁曉靈後面的這個法學專家還剩下誰 你理論上 互相站在對方 互相對方 邏輯上是這樣子 假設這個廷菲委員是民進黨 我是國民黨 我要找他對罵 然後講一個交通的議題 罵一罵之後 支持那個 比如說我支持人你支持車 罵一罵人的支持人的要站我這邊 罵支持車的要站那邊 你才對破分兩邊 黃國昌一直罵一直罵一直罵 你不是理論上 後面要有憲法學者站在你後面 一直罵一直罵 站在他後面連憲法都不懂 你不覺得很矛盾 你到底是要變殺 毀 謝謝你有支度 還好有支度殺車 所以邏輯很清楚 今天如果跳出來的條文是 今天我們今天在這邊評論的新聞是 黃國昌根據憲法第幾條 然後爭取哪一條權 認為不需要暫時處分 王小林又根據哪一條 那我們今天就來討論那幾條 是不是這樣子講的 你們今天都在做政治語言攻擊而已 數值低劣 你們這些責任我都看不見 王小林 我再講一次 我比你大我你學長 只有我比你大是真的 好 所以請教他易三哥 因為剛剛翁小林也有一個見解 他說暫時處分 可能會引發民怨 對憲法法庭很保守 覺得相當的不滿 現在民怨不是從這個 必法院的格鬥場開始的嗎 我叫翁小林先去問一下陳春生 陳春生其實曾經針對所謂的 現在國會擴權裡面 一條非常重要的一條 叫做司法權 司法權裡面做出解釋 就是說在所謂偵辦當中的案件 你立法院可不可以掉院 他的老公陳春生 說不可以 而且贏本也不可以 什麼贏本贏本都不可以 而且癥結結束的案件 你可以掉 但是也要訂相關嚴謹的程序 現在的國會擴權法案 你有看到這些相關嚴謹的程序嗎 完全沒有嘛 我在講大家看看 黃國昌插嘴許忠麗 許忠麗可能沒有人認識 可能比較少人認識 我介紹一下他 許忠麗過去大法官任何非常重要的解釋 做過非常多重要的解釋 所撰寫的協同意見書 與不同意見書 在台灣的憲法學界 都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這句話不是我講的 是2016年的黃國昌講的 我剛才找到新聞的 2016年的黃國昌說 許忠麗相當具有在憲法上的影響力 那你今天插什麼嘴 現在不一樣了啦 喔對喔 所以我說黃國昌的話 我一點都不想評論 因為我都拿黃國昌過去的話 來評論現在的黃國昌 那就已經足夠了